2001年,张志玲和袁勇怡在美国秘密结婚 虽然保密,但这个消息瞒不过娱乐圈的同好和八卦记者 也瞒不过某些好事之人 比如富豪罗兆辉,他亲自打电话给张志玲 喂,你马子我泡过,区区50万一个月 不等张志玲回答,罗兆辉又鄙夷的说 原来你喜欢这种女人 袁勇怡是香港小姐,罗兆辉是香港富豪 两个人发生点什么故事,再争长不过 不过袁勇结婚时,罗兆辉早就落魄成过街老鼠 因为不甘心,又想看笑话 他才打电话羞辱张志玲 从饭都吃不饱的街头混混 到身家超30亿的富豪 再到欠债与三亿悲惨离世 这位地产神童的故事可悲可叹 罗兆辉出生于香港经济腾飞的60年代 不过他家境贫寒 全家住在平民窟里 父母忙于生计 直到他9岁那年 父母才警觉再不送儿子上学就真的晚了 罗兆辉这才走进校门 14岁时,罗兆辉因为在学校被人污蔑 一气之下辍学 去了香港最混乱的地方重庆大厦居住 重庆大厦这里鱼龙混杂 也藏屋内垢 有一只钱金的有钱人 也有饭都吃不饱的底层人 80年代香港房地产崛起 有钱人不是在买房 就是在去买房的路上 16岁的罗兆辉 如愿成为一名房屋中介 他头脑灵活 嘴皮子夜溜 不仅能服务好买房的顾客 还交了不少朋友 越来越上道的罗兆辉 朋友越来越多 他左右逢源 业绩步步高升的同时 罗兆辉还身为门店客户经理 一次结代中 罗兆辉认识了富豪刘鸾雄 在香港 谁不知道 有女星狙击手支撑的刘鸾雄 出手阔绰 套女明星最常用的手段 就是送房子 罗兆辉格外珍惜这个机会 刚好刘鸾雄生日 罗兆辉拿出全部积蓄 近20万 买了一幅画送过去 刘鸾雄当然不缺这点东西 不过他看中了罗兆辉的机敏 和看得出来的野心 这之后 刘鸾雄决定提携这个年轻人 他有机会就带罗兆辉出入高端活动 带他认识一些有买房需要的有钱人 罗兆辉也聪明 他谦卑有礼 办事可靠 这让刘鸾雄很满意 之后 刘鸾雄还给罗兆辉介绍了 炒房大佬陈国庆 珠宝大王 郑玉彤等人 开阔眼界的同时 罗兆辉跟着这些大佬 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生意经 他跟着他们学炒房 学投资 很快就成为富豪身边的贴心小跟班 1991年 罗兆辉曾工作过的重庆大厦 发生火灾 大厦持有人 郑玉彤不想再留着这个烫手山芋 他有意要将其转手 一开始 罗兆辉接下这个任务 开始帮忙物色接手人 不过他很快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自己接手 搏一搏 于是咨询了好哥哥刘鸾雄 大刘听了也觉得这是个机会 于是他拿出全部积蓄 然后贷款 以1.4亿港币的价格 接手了重庆大厦 接手之后 罗兆辉对大厦进行了简单的翻新 装修 很快就以6.8亿的价格 卖给了一位珠宝商 导手净赚5.4亿 罗兆辉成为香港地产界的神童 身家倒涨 这一次成功 让罗兆辉的胆子 随着口袋里的钱一路飙升 他又出手买房卖房 炒来炒去 身家超过30亿 这一年 罗兆辉27岁 有了钱就成了大业 这也是罗兆辉曾经最向往的 他开始了有钱人枯燥无聊的日常 泡女明星 十几年时间 从辍学的节头小混混 到出入上流社会的富豪 罗兆辉十分感谢刘鸾雄 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过 如果没有大刘的提携 就没有他罗兆辉的今天 当然 罗兆辉跟着刘鸾雄 学做生意的同时 也学会了他的潇洒和风流 罗兆辉也学刘鸾雄 先娶个老婆回来当正妻 家里红气不倒 外面彩气飘飘 他第一个真正恋爱的女明星 是孙家军 罗兆辉对孙家军百般追求 万般体贴 除了鲜花和奢侈品包包 他还多次往返新加坡 前后三年时间 罗兆辉终于成功抱得美人归 这也是他除了妻子之外 时间最长的一次恋爱 两人在一起三个年头 在孙家军与周星池拍摆遍 新军传出绯闻时 罗兆辉果断分了手 罗兆辉及身有钱人行列 不仅和同行们谈笑风生 还和周星池等明星呼朋 唤友称兄道弟 因为周星池和孙家军的绯闻 信奉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的罗兆辉 主动退出了 1990年 19岁的袁勇宜当选为香港小姐 她也很快成为罗兆辉的新目标 袁勇宜家境一般 虽然凭着姿色进了娱乐圈 但她根本没有搞懂 这个行业的潜规则 面对罗兆辉的热烈追求 袁勇宜有先萌 收拾包包自然不在话下 罗兆辉还特意带袁勇宜出入高档场所 让她见识上流社会的生活 在袁勇宜20岁生日时 罗兆辉送上了20种不同颜色的鲜花 袁勇宜一下子就沦陷了 不过袁勇宜很快就发现 罗兆辉不仅有妻子 她也根本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婚 两个月时间不到 袁勇宜就非常果断地分了手 从来都是自己甩女明星 还没有被女明星甩过 袁勇宜的做法让罗兆辉一直怀恨在心 因此在袁勇宜与张智琳结婚之际 她才特地打电话奚落张智琳 不过张智琳也并不吃这一套 她非常平静地反击罗兆辉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爱我太太 这与其他人无关 在袁勇宜之后 罗兆辉很快又盯上了凡一鸣 罗兆辉追求凡一鸣的手段 也并没有什么特别 她信奉一条真理 没有人会跟前过不去 靠着大把的钱财砸 罗兆辉在追女明星这条路上 意志非常顺利 除了孙家军袁勇宜凡一鸣 与罗兆辉油染的 还有刘嘉玲 李美琪等近史为女星 尤其刘嘉玲 当时有正牌男友梁朝伟 但他与富豪的绯闻从来没有断过 罗兆辉 刘鸾雄 许靳亨 郭台鸣 景百福 等富豪身边都有刘嘉玲的身影 当然 刘嘉玲在罗兆辉身边 只是短暂的停留 因为很快 罗兆辉就从有钱人 变成了落魄中年男 1994年 罗兆辉买下了药材集团东方红 同时还大举进军房地产和股市 意气风发的罗兆辉 做什么赚什么 赚钱就跟捡钱一样容易 1997年初 罗兆辉花11.8亿 买下国际得享公司的控制权 最后将其更名为 东方红房地产公司 想大赶一场的罗兆辉 没想到一下卷入金融危机 资产大幅锁水不说 他一度资金周转困难 在向郑玉彤借高利贷2亿之后 罗兆辉决定去来钱最快的地方股市 驳回来 这次孤注一掷 并没有如罗兆辉期望的那样顺利 资金链断裂 他不仅要还高利贷 还要把名下物业低价抛售 以换取现金 资不抵债的罗兆辉又遭遇了银行的围追堵截 恒生银行在向罗兆辉追讨贷款未果之际 向法院申请让其破产 这成了压倒罗兆辉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0年12月 罗兆辉在欠下于三亿债务后 坐上了游艇 这已经是他名下唯一的资产了 他期望一个人静悄悄死在海上 最好谁也找不到 不过他命大 少坦自杀后 被路过的渔民就回一条命 死而复生对罗兆辉来说 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因为很快他又被确诊脖子上了涨了重瘤 无前一致的罗兆辉想到了一个来钱的法子 他和八卦记者打成一片 住高档酒店让记者为其买单 他不断向记者们爆料 报富豪布局 报女明星私下的香烟往事 送离美气奔驰车 与玉兰有女神施吻 说孙家军虽然身材好 但是凶打无脑 抱留嘉玲私下小爱好 和女明星在游艇上开迷离派对 很多记者为了寻得梦料 不断靠近他 罗兆辉成了八卦记者眼里的香波波 也成了香港富豪和女明星眼里的定时炸弹 2007年 在香港乘过街老鼠的罗兆辉把手头 仅有的一点现金带到了澳门 他要最后搏一搏 不过很快 现实再次让他认清了自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把仅有的一点钱财败光的罗兆辉 在酒店和陪酒女一起吸毒 被澳门警方抓获 之后 罗兆辉辗转到内地 居住在东莞 2011年1月24日一大早 罗兆辉在一位女性友人的陪同下 来到律师楼 办理物业转让手续 突然 罗兆辉倒地不起 有人连忙打120 不过等送到医院 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最后一生诊断 罗兆辉是心肌梗塞而亡 年仅47岁 讽刺的是 罗兆辉去世第二天 有一个快递送到他的住处 那是多年前 罗兆辉曾买下一幅画送给朋友 如今朋友见他又难 将画归还 希望祝他东山再起 最后 这幅画由罗兆辉的弟弟 卖得700万元 用来偿还债务 而朋友的好心 罗兆辉永远也看不到了 这位信奉有钱就是业 没钱就是孙子的神童 绝不会想到生命最后一刻 还有朋友愿意帮他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加转发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